Lysinopril是一种常用的高血压药物,属于血管张力素转换酶抑制剂、ACE抑制剂的一种。 使用Lysinopril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或经历相同程度的副作用。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副作用,低血压。 Lysinopril可能会导致血压过低,尤其是在初始治疗阶段或剂量调整期间。 头晕和头痛,这是常见的副作用,特别是在开始使用药物时或剂量增加时。 咳嗽,使用Lysinopril的患者中有些人会出现持续性肝咳。 虽然这种咳嗽通常是轻微的,但有时可能会导致不适。 肾功能损害,长期使用Lysinopril可能会对肾功能产生影响,尤其是有潜在肾脏疾病的患者。 高血甲,Lysinopril可能导致血液中甲离子水平升高,尤其是与其他影响甲离子水平的药物一起使用时。 皮肤反应,少数患者可能会出现皮疹、过敏反应或其他皮肤问题。 肌肉疼痛,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肌肉疼痛或疲倦。 头晕,头晕是常见的副作用之一,可能在服药初期出现。 消化系统问题,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。 其他罕见但严重的副作用,包括血液问题、肝功能异常、全身性过敏反应等。 这些副作用相对较少见,但需要密切监测和医疗干预。 使用任何药物都应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。 若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或疑似过敏反应,应立即咨询医师。 Lysinopril是一种常用的高血压药物,属于血管张力素转换酶抑抑制剂、ACE抑制剂的一种。 使用Lysinopril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或经历相同程度的副作用。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副作用。 低血压,Lysinopril可能会导致血压过低,尤其是在初始治疗阶段或剂量调整期间。 头晕和头痛,这是常见的副作用,特别是在开始使用药物时或剂量增加时。 咳嗽,使用Lysinopril的患者中有些人会出现持续性肝咳。 虽然这种咳嗽通常是轻微的,但有时可能会导致不适。 肾功能损害,长期使用Lysinopril可能会对肾功能产生影响, 尤其是有潜在肾脏疾病的患者。 高血甲,Lysinopril可能导致血液中钾离子水平升高, 尤其是与其他影响钾离子水平的药物一起使用时。 皮肤反应,少数患者可能会出现皮疹、过敏反应或其他皮肤问题。 肌肉疼痛,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肌肉疼痛或疲倦。 头晕,头晕是常见的副作用之一,可能在服药初期出现。 消化系统问题,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,其他罕见但严重的副作用, 包括血液问题、肝功能异常、全身性过敏反应等。 这些副作用相对较少见,但需要密切监测和医疗干预。 使用任何药物都应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。 若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或疑似过敏反应,应立即咨询医师。 Lysinopril是一种常用的高血压药物,属于血管张力素转换酶抑抑制剂、ACE抑制剂的一种。 使用Lysinopril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或经历相同程度的副作用。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副作用,低血压。 Lysinopril可能会导致血压过低,尤其是在初始治疗阶段或剂量调整期间。 头晕和头痛,这是常见的副作用,特别是在开始使用药物时或剂量增加时。 咳嗽,使用Lysinopril的患者中有些人会出现持续性肝咳。 虽然这种咳嗽通常是轻微的,但有时可能会导致不适。 肾功能损害,长期使用Lysinopril可能会对肾功能产生影响,尤其是有潜在肾脏疾病的患者。 高血甲,Lysinopril可能导致血液中甲离子水平升高,尤其是与其他影响甲离子水平的药物一起使用时。 皮肤反应,少数患者可能会出现皮疹、过敏反应或其他皮肤问题。 肌肉疼痛,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肌肉疼痛或疲倦。 头晕,头晕是常见的副作用之一,可能在服药初期出现。 消化系统问题,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,其他罕见但严重的副作用,包括血液问题、肝功能异常、全身性过敏反应等。 这些副作用相对较少见,但需要密切监测和医疗干预。 使用任何药物都应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。 若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或疑似过敏反应,应立即咨询医师。 Lysinopril是一种常用的高血压药物,属于血管张力素转换酶抑制剂、ACE抑制剂的一种。 使用Lysinopril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或经历相同程度的副作用。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副作用。 低血压,Lysinopril可能会导致血压过低,尤其是在初始治疗阶段或剂量调整期间。 头晕和头痛,这是常见的副作用,特别是在开始使用药物时或剂量增加时。 咳嗽,使用Lysinopril的患者中有些人会出现持续性肝咳。 虽然这种咳嗽通常是轻微的,但有时可能会导致不适。 肾功能损害,长期使用Lysinopril可能会对肾功能产生影响,尤其是有潜在肾脏疾病的患者。 高血甲,Lysinopril可能导致血液中甲离子水平升高,尤其是与其他影响甲离子水平的药物一起使用时。 皮肤反应,少数患者可能会出现皮疹、过敏反应或其他皮肤问题。 肌肉疼痛,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肌肉疼痛或疲倦。 头晕,头晕是常见的副作用之一,可能在服药初期出现。 消化系统问题,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。 其他罕见但严重的副作用,包括血液问题、肝功能异常、全身性过敏反应等。 这些副作用相对较少见,但需要密切监测和医疗干预。 使用任何药物都应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。 若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或疑似过敏反应,应立即咨询医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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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